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包 面包 软软 放起热热的烤香 面包 面包 软软 面包 面包 转软软 哇 我们做的面包好香啊 再多做一些吧 揉一揉 捏一捏 弹 弹 弹 面包 面包 软又软 汤圆 汤圆 甜甜 我最喜欢吃汤圆 汤圆 汤圆 甜甜 我会自己做汤圆 小猫猫们 做汤圆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 揉一揉 捏一捏 团团团 汤圆 汤圆 甜又甜 水果 水果 新鲜 放进凉凉的冰箱 水果 水果 新鲜 水果 水果 凉善善 这么多好吃的水果 送给谁呢 好朋友 你依靠我依靠 水果 水果 真新鲜 智慧树上智慧果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我过美食屋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道哥和摩尔 又会给我们找到什么好吃的呢 找啊找啊找 美食在哪里 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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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在这里 今天道哥要找到的美食是 山楂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绿泡泡和栏目 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又有四位小厨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我们一起来制作美食 他们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小嘉宾蔡月彤 今年四岁 小嘉宾卓锦贤 今年四岁 小嘉宾汪泉宇 今年六岁 小嘉宾王月成 今年四岁 默默飞着洗小手 看谁泡泡多又多 做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好的 欢迎我们的四位小厨师 刚才我们已经把手洗干净了 今天我们要来制作什么美食呢 在我们小朋友的面前 都有一个玻璃碗 里面放着是什么呀 山楂 山楂 没错 酸酸的山楂 那在我的面前呢 还有另外的几种东西 我们来看一看小朋友们 认不认识这几种东西 首先看这个 你们谁知道啊 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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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刚才小朋友已经认识了 是山楂 这个呢 谁知道 火龙果 火龙果 说的没错 这个是什么水果 树莓 树莓 对了 小西红柿 山楂 火龙果 还有树莓 那它们的味道分别是什么呢 小朋友们知道吗 不如这样 接下来呢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红队和蓝队 把自己的眼睛蒙上 然后呢 我让你尝着其中的一样东西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你尝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好 汪泉瑜小朋友 蒙好眼睛 不要偷看 我来给你尝一样东西啊 好 告诉我 你刚才吃到的是什么 火龙果 可以啊 这边的两位小朋友 谁想试一试 好 我们的王岳成小朋友 已经把眼睛蒙上了 是什么东西 山楂 因为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是山 酸酸的 所以是山楂 对吗 那么今天 我们制作美食 要用到的就是山楂 山楂可以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山楂 山楂 大家说了 山楂卷 山楂 其实有一种最常见的 小朋友们在公园里呀 或者是商场里呀 经常可以看到的 一个一个山楂穿在一起的 糖葫芦 糖葫芦 在我这里呢 还有一些山楂 这两种山楂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 有口 那个没有口 有一个中间 我们已经把它掏了一个小洞 另外一个呢 没有掏这个小洞 那我们要做的 第一个步骤很简单 我们为小朋友都准备了 小木棍 我们只要把这个山楂 一个一个的穿上去 就可以了 我们拿出这些 已经掏过洞的山楂 把它穿在一起 好的 我们已经把这些山楂 穿在了一根小木棍上 冰糖葫芦是什么味道的 外面有什么呀 糖 对了 那这个糖呢 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制作过程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制作呢 我们的糖葫芦就完成了 看 哇 自己亲自动手做的糖葫芦 是不是很棒呢 哎呀 味道很好 可以闻一闻 我们用山楂为原材料 可以做出很多好吃的东西 接下来呢 来为大家介绍第二种好吃的东西 那就是我们的果丹皮 小朋友有没有吃过呀 我有吃过 果丹皮 也叫山楂卷 那么要制作果丹皮呢 它的原材料也是山楂 首先我们用榨汁机 把它榨成泥 然后在锅里炒一炒 就得到了这样的山楂泥 比较酸是吗 没错 因为山楂呢 它主要的味道呢 就是酸 我们可以在里面放一些白糖 但是注意呢 不要放的太多 放完之后呢 搅拌一下 把搅拌过后的山楂泥 放在这个托盘里的油纸上 把它铺好 用勺子把这个山楂泥放在纸上 好的 我们的山楂泥呢 已经在纸上铺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放进烤箱 经过一段时间的烤制 我们的果丹皮就会做好了 好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烤制呢 我们的果丹皮呢 已经由刚才放在纸上的这个山楂泥 变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啊 我们就要把它卷成一个卷 来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做 卷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看 我们经常在超市里买到的大的这个山楂卷 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以山楂为原材料制作的 第二种好吃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用山楂做另外一种好吃的东西 那究竟是什么呢 告诉大家 山楂就是一种好吃的甜品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将山楂放入锅中 再放入冰糖 炖一段时间后 将山楂捞出 山楂甜品就做好了 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木牛奶 好的 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甜品也做好了 我们仔细看一看 其实就是山楂罐头 对不对啊 那今天我们以山楂为原材料 一共做了哪几样东西呢 小朋友们 第一样是 糖葫芦 对 冰糖葫芦 第二样是 果干 对 第三样就是 山楂 罐头 山楂罐头 来 我们可以来尝一尝了 电视剧前的小朋友们 先来尝一个糖葫芦 哇 吃一个就行了 不要吃太多 接下来 我们来尝一尝 我们制作的第二样美食 就是美味的果丹皮 最后我们一起来尝一尝我们的山楂罐头 我个人的习惯是先喝一点汤 非常好 再尝一个山楂 怎么样 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吃呢 让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 原来以山楂为原材料 可以制作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听说我们的好朋友 道哥和摩尔 还带来了更好的美食 是什么呢 让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今天大厨会给我们做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们来看看吧 咱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来好美味 真是太棒了 好的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道哥摩尔给我们带来的美食 那么今天我们的四位小朋友 他们表现得也很棒 他们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区助手 阿尔法赞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牛奶提供 好的 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着 请你像我这样做一起动起来吧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我并没有想装微物的身体 但是我有很大很大的力气 充满活力 像梦想生活前进 看看我们的队伍多真心 一起努力 努力 努力 的蚂蚁 蚂蚁 蚂蚁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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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举行协力 我是小小的蚂蚁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做游戏 做游戏 我并没有 像装微物的身体 但是我有 很大很大的力气 充满活力 像梦想生活前进 看看我们的队伍多真心 一起努力 努力 努力 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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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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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举行协力 我是小小的蚂蚁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游戏 我是小小的蚂蚁 蚂蚁 蚂蚁 我是小小的蚂蚁 来一起做游戏 我可以做游戏 你做游戏 你做游戏 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bam Liko 事不就 我 law me 造歌和魔耳 一起看排球 场上人员 大家都知道 好呀 好呀 摩尔摩尔 站在球网两边的这两个人 是干什么的呀 他们不会就是参加比赛的队员吧 当然不是了 他们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员 哦 那摩尔参加比赛的队员在哪里呀 道哥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呀 你看呀 他们在这边呢 哇 每个队这么多人啊 而且他们的个子都好高啊 他们等会全部都上场比赛吗 当然不会了 那每个队上场比赛的球员 有几个呀 这个嘛 我们来问问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在排球比赛中 每队有几名队员上场比赛吗 我觉得是三 有六名 没错 在正规的国际比赛中 每队都有十二名队员参赛 和他们不能同时都上场比赛哦 上场比赛的只能有六名队员 剩下的队员就都是替补了 而且上场比赛的队员都要穿一样的衣服 衣服的前面和后面都要有号码才可以 哦 原来排球赛是六对六的比拼啊 嗯 道哥 你说的没错 你看 这就是白队待会要上场比赛的队员了 他们正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呢 诶 摩尔 那个穿不一样衣服的人是谁呀 哦 他们都是自由人 自由人 摩尔 什么是自由人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人吗 我觉得自由人就是在场地外面跑的 自由人就是队里没有固定位置 随便乱跑的一个球员 然后自由人普遍都是比较矮 而且接球技术是比较好的 在排球比赛中 自由人也叫自由防守队员 他们的反应速度可是最快的呢 他们可以不经过裁判同意 就和比赛场上的后排队员进行交换哦 哇 自由人好厉害呀 嗯 是呀 摩尔也这么觉得 不过摩尔觉得最厉害的还是美队的教练员呢 比如这位教练员 他叫郎平 之前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 获得了好多个冠军 成为教练员之后 又把自己的本领交给了其他的运动员 带领他们一起比赛 还拿了冠军 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厉害了 哇 他真的是好厉害呀 嗯 是呀 在下期的节目中 摩尔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看排球比赛的其他知识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咕噜咕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 好的 绿泡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 好的 绿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小玉 今天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小风筝空中飞 有一 二 三 五 三 五 三 四 三 五 三 五 四 一 四 五 三 三 五 四 五 七 七 五 三 好棒 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了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帮助你们一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智慧树的官方微信和微博 因为在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内容 还可以和我们的智慧家族一起快乐互动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把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的娃 传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的娃 拍摊十名画家图画记给我 记性地址已经要记了 要记了哦 最近是要00038形象 一二三分享 只会输了母股东手 小股东手 有张电码是要00038 小朋友们快点来讯吧 快点来讯吧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 有人不过来Tu